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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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呢 你看见他们就展览了北京原人的东西了 一看起来的时候呢 原来呢 北京原人的证据呢 就是这个东西 头盖骨 那么 诸位呢 你看这个头盖骨呢 很奇怪的 特别上面呢 好像打了一个洞的样子 自然呢 他们说呢 也找到一些牙齿 跟呢 一个下巴的骨头 那这个 其实最先找到的是牙齿 那么 这些牙齿呢 它就想出一个人来了 还是说是便利半的 那么 这个下巴的骨头呢 下巴这个骨头呢 其实呢 是离开呢 有差不多二十多米深的那个地层 那么 你晓得根据进化论呢 不同地层是不同年代的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二十几米呢 这个不简单啊 所以啊 这两样东西呢 是不是同一个生物的呢 还值得我们来讨论 不过呢 再比如说 这个是台中的博物馆嘛 在我们呢 在大陆这边的博物馆呢 就 特别是北京的 就没有 我没有见到展览这个下巴的骨头了 可能有 但是不是抢眼啦 那么它这个 本来就刻在旁边了 其实呢 我也买了那个模型回来 他们有一个模型是 好像是铜的还是怎么样的 那然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也买了那个造型呢 就是刚才我们第一张照片见到的了 好了 你看这个柜子后面呢 台中博物馆就给你展览这个地方了 就是他们的生态 那么 据他们的介绍呢 这里呢 是一个山洞 是石灰岩的 石灰岩的 那么 然后呢 就这里你看有这些 那个 运作的这些生物在那里干活了 他说这个 就是北京原来呢 在这个地方了 哇 他们在那里干啥活呢 就发现了 那里有窑 窑呢 是用石英造的 那么 当我呢 后来去北京 走口店参观的时候呢 那位很之深的导游呢 就告诉我说呢 房山一带呢 并没有出产石英 所以很明显呢 这些石英呢 是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过来的 所以这些 这些生物不简单了 那么 在干嘛呢 因为这些石英呢 是用来做一些窑的 那么 那个窑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们一会儿再讨论吧 好 不过呢 他们就发现还有坑了 那坑呢 是你知道 我们比较生活简单的时候呢 用来煮饭的嘛 现在呢 国内有些比较贫穷的农村 也是还用这个来做的 那么 这个坑呢 里面呢 有一些猪能烧成的灰 这个灰呢 很多 那另外一样呢 就是在那个灰里面呢 有各种动物的骨头 你看大小都有啊 这有大骨头 对不对 这什么一回事呢 那旁边呢 就展览到这个 北京元来最完整的头骨了 那你看这个呢 你看完整啊 那我们上一讲提过了 你要知道呢 这个生物呢 是不是能站直起来 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猴子跟人的分别 猴子 人可以站直起来 猴子站直的时候 他会头晕的 分别在哪里啊 你记得了 就在这个内耳的器官嘛 就在那个耳朵后面的这个骨头里面 哇 这个头骨呢 样样都有啊 那么 是这样的吗 很可惜呢 下面的字告诉你 是已经不见了 这个头盖骨呢 发现了之后呢 在二战的时候呢 就不见了 那么到底是谁干的好事呢 到现在还没人晓得 所以啊 这个头骨呢 只有当时发现的人呢 几个人看见了而已 那么现在就不能做证据了 不过可惜呢 台中的博物馆呢 就把它搞得好比真的啊 不过呢 我就不满意 所以我就到了猪口店去了 这是1999年 我们第一次去的 你看呢 当时候呢 这个 可以叫做是谷家公园吧 北京呢 遗址啊 还是很原始啊 很简单 不过价钱也便宜 只有12块钱一个人就进去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70岁 所以要付钱的啊 那么我就跟我的爱人去了 那么这是第一次了 那么第二次呢 是2001年了 那么那回呢 我就带着我的大儿子 跟我的小儿子一同去了 那么事实上只有两年之后了 那这张照片自然是我的小儿子拍的落 那么很可惜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旧的那个公园呢 正在修建 要扩充啊 所以呢 什么东西都全部搬了出来 只可以拍到的就是 这个你的老奶奶啊 的造型在大门口了 那么对不起啊 我穿得很简陋 因为是很热 那好了 我第三次去了 第三次去了 是2005年 哇 这回完全不同了 这回呢 他们已经呢 修建成现在的新馆了 那么这个奶奶的造型呢 也换了 比较漂亮了 那那回我跟北京呢 一些年轻人呢 一同去看 中年人啊 那么我看来他们是年轻人 所以这个是第三次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上一讲讲过的了 原始人呢 发现了原址 有博物馆的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北京原人 第二个呢 就是德国的尼安德特人 所以啊 我觉得呢 我们如果要了解 那个真情的话呢 我们需要亲自去查看 才对的 不然 不过呢 这回呢 就贵很多了 现在要三百块的 不过还好 我现在再去的话呢 已经过了 七十了 我不要钱的 好了 那里面就摘了好多牙齿 他们告诉你说 几初发现是牙齿 你怎么从一个牙齿呢 搞出呢 整个 东西出来呢 一个人出来呢 那现在里面呢 就有解释了 提到北京原人的 那个体制的特征了 就说呢 是1921年呢 开始发现的 里面的展览呢 基本上也是这个东西 你见到没有 这个东西呢 这个天灵盖呢 这个就跟 那个所谓完整的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天灵盖呢 是后面的耳朵 后面那块骨头没有的 换一句话来说呢 那个内耳器官 已经被砍掉了 那么最特别就是 他头上的这个东西 三角形的好像 开罐头的那个 一种开罐头的刀 三角形的 开进去的 怎么我们奶奶呢 死的这么可怜呢 这个是莫名其妙了 啊 诸位 完整的头骨就在下面了 你注意到了 是什么颜色的 是白的 换一句话来说呢 这个呢 他们承认是莫名的 是假的 我就是一直来说啊 那个 中国大陆啊 那个 我们中国里面的 国博物馆呢 一般来说都是 比较老实一点 是什么形形 要经什么形形 所以没有像在台中呢 那个呢 把他搞得那么逼真 那么这个呢 就干脆了当 是搞一个 塑料的模型给你看 好了 所以你看呢 这个 另外这个 这个就是 除了真正的证据呢 他们找到呢 这个证据呢 基本上呢 行情我也不讨论了 我只说给你看 是这样子 他们给我看的是这样 但最大的 迷惑呢 疑惑呢 难题呢 就是为什么 头上打了一个洞 第二样呢 第二样呢 你怎么知道他会站直起来 你只有一个小天灵盖 那么内耳气光你不见了 你如何知道他是站直的呢 好 在里面呢 有这个展览呢 你看奶奶的造型在后面 哦 这种小天灵盖 那个很多啊 不过你可以看见呢 很多都尘缺不全的 这个呢 就是他们认为 最重要那个 1966年 找到的那个天灵盖 也是现在呢 他们用来做模型的那个 那么你可以见到其他的 更加残破了 稍微看一看吧 这样 你看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05年的时候呢 他们还有再展展一次 这个可以见到这个 这个洞很清楚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在那个馆里面呢 他们有一个地理模型 那么就是那个地方的地理形态 其实现在来说呢 基本上这些是一些峡谷 那么你看这些峡谷这样进去 那主要的峡谷在这里的 文物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呢 我们呢 你一沾关的时候 你就进这里 那么这边呢 有些峡谷你也可以进去的 好了我们进去了 你看就在峡谷门口 这张照片这位是 我爱人拍的了 我那个儿子在这里 你看这个墙 那就这样进去了 那你看 那扣面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 那个年代表 你知道我们有讲过吗 那个进化论呢 好相信呢 这个年代表 我们讲到时间的计算的时候呢 下一集的时候 我们就要讨论了 所以不过简单来说 你如果对这种的事情 有点了解度的话呢 根据现在的进化论呢 就是说 越在下面的是越古老 越在上面的是越现代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次序呢 就是地球的历史了 那么 所以呢 在这边的墙上呢 有个牌子见到没有 那么这个牌子是什么呢 一会儿给你看 哦 不过在另外这边呢 墙上呢 有一些窟窿的地方呢 又找到一些东西 一会儿给你看的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里面说的东西了 北京原人的遗址 就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1921年开始的 那么这个呢 我就 没时间跟大家读了 因为太过长了 但是呢 我现在给你看看呢 1929年 第一个 北京人头盖口发现的地方 回来的那间指数商 那那个呢 就是 就是不见的那个 不见的那个 那么 所以啊 有个牌子呢 跟我们的火人一同找到的 那么 但是呢 不见了 所以你不见的话呢 你不能把它用来做证据的 好的 里面就告诉你了 这些生物呢 在那里呢 它们会用火的 而且呢 它们用火之后呢 就堆积了很多的 用植物烧成的灰烬层 一共呢 它说有四层 整体来说呢 有 超过呢 六米深 这表示这些生物呢 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呢 不断的去那个地方 那在那里呢 它们会用火 所以它们不会太过不进化吧 好了 给你看看那个灰烬层呢 六米深的灰烬层 你看灰烬层呢 你看灰烬层在这里 啊 六米深的灰烬层 黑黑的啊 所以表示呢 这些生物呢 在那里用火呢 用了相当久了 哦 在那里面呢 还找到工具啊 虽然是用 那个石头蜡或者是骨头呢 做的工具了 所以这些生物呢 会用工具的 不太 不进化吧 啊 灰烬层里面 很多小动物的骨头啊 那表示这些小动物呢 是给它们煮熟了 烤熟了来吃的 所以它们是吃熟肉的 它们不是生饭啊 不是出生肉的 哦 我们刚才提过 那个台中博物馆也告诉我们 还有大动物的骨头 这些呢 实际上是迷路了 那么这些 这个很大的鹿啊 的骨头啊 所以明显它们会打猎的 所以吃大动物了 那那回陪我去的呢 是北京富年旅行社的总经理 那么这位先生呢 可惜现在身体有点不方便了 但是呢 他呢 读书的时候因为文革 所以比较荒废了 那么 但是他很会看书 所以他很有研究 他就跟我说呢 房山一带出名 一黑两白 一黑呢就是煤 两白是什么呢 那一白呢 是汉白玉 那就是大理石了 那你看呢 这个呢是天藤呢 的建筑 这些大理石 全部 啊 明邻了什么地方都是 全部呢 天安门啊 那个故宫啊 全部是从房山运过去的 那么你看这么大块的石头 我们古代的人怎么运法呢 我们去的时候呢 我们去的时候呢 沿途那条路 是从那个卢沟桥那条路过去的 沿途那条路呢 旁边呢 他就只给我看 停下来给我看 你看这里呢 有个粗粗的古老的石头路 那么我就看看 你看这个石头路呢 一点都不平滑 就它里面那 面空呢 那个石头呢 没有真正磨过的 那么我就有人拉门 为什么做一个石头路要搞得这么样 那个粗糙呢 那么这位总经理呢就告诉我说了 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聪明啊 他们故意呢 让那个石头面呢 是粗粗的 运这些大石头的时候 是冬天 诸位当中聪明的人你猜到了 他们做什么事情 倒水在那个石头上 而因为那个石头面呢 粗粗的 水不会流掉 流在那里 就凝结成一层的冰了 这些大石头呢 就这样溜过去了 哎呀我们的老祖宗 中国人老祖宗 好厉害啊 这是我们的 应该的中国人应该做好的 那这是一百二百是什么呢 是石灰 你知道把那个石灰盐呢 高烧一烧的时候呢 它变成粉呢 那可就是石灰了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 自己来石灰用来干嘛 自来是用的最重要 用来耍房子的嘛 对不对 呦 这些生物 会提炼石灰的 明显呢 它们是住耍石灰的房子的 所以我就给你看看这个山头了 后面呢 一个停办了的石灰厂了 导游先生呢 总经理告诉我说呢 在古代呢 房山一带呢 很多石灰厂 现在还是的 不过呢 在周口殿旁边 这些石灰厂呢 就需要停办了 那为什么 因为石灰厂吐出来的烟呢 是酸性的 引起酸性雨 可以毁坏树林 也可以破坏文物 所以就要停办了 那现在的大问题是 谁在这里 踩石灰 打猎 生火 去熟漏呢 对不对 你要了解这件事情啊 他们是这个吗 只有个小天灵 应该还打了一个洞 洞在这里 你知道 他到底站在这前 都 你都不知道 因为他的内耳器官不见了 那这个小东西呢 也没有找到他的身体手脚 连脸空都没有 他怎么吃东西呀 这个 就是1966年 发现北京人最完整的头骨 你见到没有 那所以诸位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很难解释的 怎么我们的老祖宗一呢 留下来的证据 这么样的零碎 第二样呢 这么样的可怜 好了 我们去那里的时候发现了 在周口店呢 还沾染这些头骨了 你不必须要是专家吗 这明显这是现代人的头骨了 你看这位小伙子的牙齿 比我还多还整齐了 我的都掉了不少要种牙 不然就不能吃了 哎呀 所以这个是年轻人 哦 好几副了 身体手脚都有的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这是在周口店 发现的现代人的头骨 无可否认的 那在那里呢 他们把它称为什么 你们如果是对周口店 有点熟悉度的人 你就立刻会反映出来 三顶动人 那什么是三顶动人呢 那你看 这个呢 我跟他拍一个照片 我来人常常 找个玩笑 说我就是三顶动人 哈哈 好的 三顶动人什么意思 很简单嘛 在三顶的动力里面咯 好了我现在给你看看 他们说三顶动人呢 是后期的真正的智能 就是现代人 去那里干这些事情了 开矿彩吃灰了 打猎吃臭肉了 这样的事情 好了你可以见到呢 这个是那个 最重要的文物的地点 我们刚才见到那个 帝子年代注的牌 就在这里了 那么后面呢 两个东西呢 一个是我们国家的 重点文物的牌 一个是联合国的 人类历史文明的牌 都在那里哦 那这位呢 请你看看哦 在这个墙上呢 有这些小牌 对不对 你猜得到这个小牌 是什么 那你如果是 对帝子学有兴趣的人呢 或者是你对金化论 以前了解度的人 你一个看出来 那是帝城嘛 所以 其实那个 考古学家也 蛮有心的 他那个帝城的标志 那么 诸位呢 你自然晓得咯 再问一次哦 这些帝城 下面呢 是比较古老 还是比较现代 既然是比较古老咯 因为上面呢 又有现代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山顶洞人呢 既然是比较现代的话呢 山顶洞应该在哪里 你猜到了 在这里 山顶洞 那各个不解决了吗 这些现代人呢 是后期才去的 所以他们的时代呢 是比较现代的 北京原人呢 是在这里的 相当古代的 明白哦 你就走了吗 不要走 我们就问了 这些现代人的头骨 在哪里找到的 你自然是假设是在这里吗 对不对 对不起 在这里 跟那些小天灵盖在一起的 这可麻烦呢 人家就说了 你这个人好讨厌啊 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吗 是这样吗 谁看见 有什么证据 你真烦呢 五万年前啊 哪里有人看见 是这样 好的 我们不如上去山顶洞观光一下吧 到了 山 顶 洞 我们两个人站在那里 好 我给你看见 看另外一个展览 你读得出来吗 你读得出来吗 1966年 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出 现在呢 在多口店北京原人的展览 最重要的北京原人的文物的证据 就是在这里找到的 明白吗 你说这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让我把镜头拉开吧 见到没有 这里 是1966年北京原人的头盖骨发现的地方 这里 是山顶洞 别话说了 我就是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按照他们的说法 地层呢 那个年代的关系 这两个明显是从一个时代的 明白没有 事实上 在山顶洞里面也有找到 这些现代人的骨头的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你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 所以呢 事实上 在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是德国人来发现的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想来这里找原始人吗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 比较原始 比较不进化 所以他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就说什么 中国人好隐瞒喔 彼此相识的 指出呢 我们中国华人呢 不肯接纳这个看法 现在呢 在中口店呢 又讲了 北京人是彼此相识的 英文叫做 要命了 要命了 我们老祖宗这么野蛮啊 哦 还告诉你喔 特别喜欢吃脑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老祖宗真正是这样吗 这会很明显啊 我们真正的老祖宗 在那里 开矿 彩石灰 需要吃饭吗 需要 所以抓了各种的动物来吃 对不对 有没有一个动物呢 比人小啊 不吃他的身体的 只是他的什么 脑嘛 我们中国人是猴子脑自古 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真的明显呢 这个小脑袋呢 天灵盖 是这个小生物呢 给另外一个生物把它一砍 把脑袋带进去 身体就 手脚丢在外面 所以 这个是事实 走口店那个地方 找不到这个小天灵盖的 属于他的 身体手脚 事实什么都没有 因为就要吃他的脑嘛 所以有人如果说 这是他的老祖宗的话呢 那我就说呢 我的老祖宗呢 知道你的老祖宗的脑 那些现代人 才是我们真正的老祖宗 我们中国人呢 哪里是原始不先进的 好 然后看另外一个原始人 这个叫做爪哇人 在伦敦博物馆展览的 爪哇人也是这样 爪哇人比我们的 那个北京都好一点吧 他除了一个小天灵盖 啊 还有一个完整的大腿骨 还有一个牙齿 那这个大腿骨呢 的样子呢 是分明是人的大腿骨 那因为在生物学上呢 生理学上我们可以这样查看的 所以这位先生呢 就搞出一个爪哇人来了 那 那么爪哇人呢 就那个 是说呢 他呢 已经会站直起来了 因为他的大腿骨 是现代的大腿骨 那在我们的周口殿呢 也有提到爪哇之力人 那么就说呢 当时发现的人呢 排在这个照片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了 最初的发现 为一具头盖骨 和一根大腿骨 前者 有不少是圆 特点 后者 接近现代人 最后这句很糟糕 可惜啊 有点拍的时候少了一点啊 但现已判明 大腿骨 是后期混入的 哈 这个是好的科学吗 后期在混入的 那么无论如何呢 这个爪哇人呢 也搞了相当久 所以你看看他的头盖骨了 你看 这根本呢 那个 有那个 那种器官的地方 完全不在的 所以他们的根据说 他可以站直起来 是那根大腿骨 因为那根大腿骨呢 是 分明是现代人的 后者的大腿骨草黑弯弯的 跟那个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呢 他就 这位先生叫做杜 杜巴先生啊 他就搞出一个 爪哇人的造型了 三分像猴子 还不大进化 那么 四肢法打 头脑简单 那么 你看他的手脚呢 还有一点像猴子的手脚 但是我就 莫名其妙说 为什么他要 打了一把剑呢 一把刀呢 要扎到肚子上去 大概是死路一条吧 哎呀 北京博物馆的 爪哇人也有个样的展览 可惜呢 杜巴先生呢 这个 发现了 这个 爪哇人之后 差不多三十年 他就出来讲话了 他说我在那个地方 也找到两个 完整的现代人的头骨 为什么你早不讲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如果讲出来的话 我在这里找到两个现代人的头骨 一个像猴子这样子的天灵盖 然后呢 找到一条人的大腿骨 我如果硬把这个人的大腿骨 拼在那个猴子的天灵盖上 你会不会有质疑 你不会的话你就没脑子 人的大腿骨 自然应该属于人的头骨的嘛 对不对 你这个分明是应酬出来的 所以我们中国呢 在中口店的博物馆说 他是后期混入的 那为什么他要承认呢 因为有别的人在哪里发现的 同样那个地方 爪哇那个地方 印尼了 发现了现代人的头骨 所以 没话说嘛 事实上 可怜的杜伯瓦先生 他为了要找 为了找原始人心切 他呢 就 做了一个这样的 不是很老实的报告 林中他承认说 我没有找到杜伯瓦人 我找到了一个天灵盖 是一个长壁圆 的天灵盖 长壁圆这个名字叫做 Orang Udang 这个是马来文 Orang 是人的意思 Udang 是山的意思 他们马来西亚人 把它叫做山地人 但是这个分明 就是一种猴子 不是比较大的猴子 然后他那个天灵盖 如果按照比例来说 这只猴子大概 有两米高 那么现在那个猴子 大概顶多一米半 那有人说 我们中国不是有南天人吗 北京的古代人类博物馆 也展览的 南天人呢 基本上是什么 是根据找华人的 他的命名就是直立人 你看他的证据更加少 对不对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 第三个原始人 其实第一个原始人 应该是刚才那个路 我们第一讲提到的路斯 美洲人是第三个 那布拉斯克曼在美国的 内部拉斯斯加州 哇 当时找到的时候呢 好紧张哦 1922年伦敦的报纸说什么 你看 哇这个家伙呢 夫妻呢 还有六块 你看 好见面啊 嗯 那么不过呢 也还是有一点 像那个半分像猴子了 这就是个老婆呢 搞了一个这样子 像个狗这样 真的 不公平 哎呀 无论如何呢 这个 当时呢 轰动一时啊 找到我们老祖宗了 找到后来呢 他的证据是什么 是一个牙齿啊 后来找到更多牙齿了 这回这个牙齿 黏在一个下巴骨头上了 这下巴是什么东西的 啊 这像个人的下巴吗 猪 所以美洲人的证据呢 是个猪的牙齿 但是你别小看他哦 他呢 在1925年呢 在美国的法庭里面呢 除禁风投呀 咋出风投呢 那个时候呢 有个中学老师叫做Scopes Scopes Scopes是在中学教书 教生物学 他想要在中学教进化论 那么那个时候呢 在美国呢 比较信圣经的 整体的人民呢 也多数是信耶稣的 所以啊 就自然就有反对的声音了 那么教会呢 也出来了 去上法庭呢 去告起来了 他们来请了一个很出名的律师呢 来替他们辩护 很可惜呢 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呢 很不错 对正确 根据圣经讲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 样式造的 你把我们当作猴子进化 来的就是把我们做贱 这话讲得好 但是人家讲科学证据啊 证据在哪里 什么上帝 什么上帝创造 亚当下王 我们后院就有一个原始人了 如果当时的教会的领袖 有心研究一下 就会回答他说 你这个老祖宗的证据是什么 对不对 1925年的时候 发现这个猪的牙齿呢 已经知道了 教会不可以不学武俗 教会不可以封建迷信 教会应该好好地学习 包括传导人 不然的话呢 肯定给人家说你封建迷信 很可惜 1950年 美国法庭再高一次了 可以不可以交进化论 就会说可以了 现在呢 21世纪 美国的学校 不可以庆祝圣诞节 不可以摆圣诞节 佛节的时候可以有小白兔 不可以有十字架 最高法院 本来他们放一个十条诫命的牌 排在那里的 除掉 有一个州最高法院的主任法官 坚持要把那个十条诫命放在那里 结果呢 被解雇了 被推倒了 诸位呢 基督徒不学习 不站起来 一定呢 是输尽了的 我们下回再谈吧 好 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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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